这个公园好漂亮,一望无际的这样一大片公园 咱们来看一下公园旁边的这些房子是什么样子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iu 3700尺的五房大独栋 一看出去就是这样的一大片公园 现在咱们进房子 首先进了房子会看到这样的一个客厅 这个房子还是有三个客厅 这个是第一个 然后旁边是这样的一个楼梯可以上到二楼 咱们现在往里走看一下 这个客厅还是挺大的 进来以后这边是一个厨房的区域 台面什么的这些是比较老的 没有更换过 这边是另外的一个客厅 这个客厅相对于感觉比刚才那个小了点 然后它在一楼还有一间独立的卧室 就是视频里有一扇大窗户可以看向后院 然后这边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是给这个卧室还有客厅使用的 然后厨房这边咱们看一下 华人比较关心的 就是它这个油烟机 这个是有风道的 咱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院子 因为院子里面有个狗 然后那个房主不让进去 所以咱们就从窗户看一下 咱们看这边 这个院子方方正正的 还是蛮大的 所以这个房子一楼是两个客厅 加一个卧室 加一个卫生间 还有厨房 咱们现在上二楼看一下 二楼右手边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客厅 被这个房主做成了一个电影院 放的这种大沙发 还有个很大的电视 可能是因为刚刚看过电影 所以比较暗 咱们把这个窗帘拉一下 这个阳光马上就可以进来了 接下来咱们去主卧看一下 这边就是它的一个大主卧 两扇大窗户通向后院 主卧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 就是这里 双水盆 然后有浴缸占玉这样的一个设计 这边就是它的一个空间 可以用来做办公的 这边是它的一个次卧 这个一楼是有一间卧室 二楼是有四间卧室 它的这个布局是有两间次卧 是在一侧的 主卧跟另一间次卧是在一侧 那么它中间的位置就放了一个卫生间 就是这样的一个卫生间 所以二楼是三间次卧 共用这一间卫生间 这个是靠近主卧的次卧 这些次卧你可以用来做办公室 或者孩子玩都可以 所以整个房子 它是一个五房三位的这样的一个户型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看的第一栋房子 门前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园 接下来咱们看最后一栋